一草然的考古发现 贵州十万大山之间的巨石堡里海龙屯 在常年笼罩的迷雾之中显露 这是传说中无尽宝藏的埋藏之所 又在考古者的指尖苏醒 海龙屯201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座庞大的山巅石城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秘密 1979年初冬时节 为配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 尊义县文物员葛振亚 对尊义境内的古遗址进行先期调查 我就伸一脚前一脚的往山上走 走到半山的时候满山的龙屋 对面的山头都看不见 渐渐地脚下的景象开始变得不同寻常 坍塌剥落的巨石或裸露地表或掩余土下 藤蔓在巨大的阶梯间隙风掌 竟然要手脚并用才能攀爬而上 就一口气 就从那个小路爬上去了 看到一个关口 非常雄伟 高高的在天上 千百年来 尊义地区一直流传着 天神使用赶山边赶石柱城的传说 龙岩山上 这座石隐石县的海龙屯 巨船是奇珍异宝的埋藏地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就吸引了考古学者的目光 他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和宝藏 有经历过哪些金戈铁马的古王呢 2012年春 从西太平洋刮来的东南疾风 吹散了笼罩在龙岩山上的漫天迷雾 36岁的领队李飞 带着年轻的考古队员 在龙岩山上驻扎下来 海龙屯遗址考古 这个贵州省考古市上最大规模的项目正式启动 这座庞大的山巅石城 隐藏着一段古老山地文明的记忆 修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关矮 不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巨大天梯 一段长达六公里的城墙隐约出现 海龙屯的圈建范围 竟有一点五九平方公里之大 更奇怪的是 这些城墙地基呈现出两种不同时期的建筑工艺 而它们又都拱卫着同一个中心 四季的更迭渐变了遗迹的颜色 历经二百七十五天的田野考古 收获瓦当 吉寿 瓷片 等几万件残片食物 考古队员们兴奋之余 也面与着一连串的困惑 究竟是谁 在什么时代 为了怎样的需要 才会耗费巨资 在龙岩山巅 修建其如此庞大的海龙屯呢 从地图上看 在海龙屯四周半径三十公里以内 有三个城规模的墓葬群存在 一九五七年 殿外处理着顶盔冠家表情威严的武将 殿内两旁是儒雅拘禁的文官 投顶贡品的使者 启门带入的童子 许许动人 左侧一扇小门 可自由开启 机关灵活 通往另一处幽暗的墓室 中国文化中 誓死如誓生的传统 是考古者研究 古人生活形态的平均 精美的雕刻 十几吨重的整块大石 六十四平方米的宽阔墓室 无一不体现出墓主人 生前尊崇的地位 这座石室大墓 与二十公里外海龙屯巨石城堡 有着什么关联呢 2017年3月7日凌晨 西水县公安局通报 7日凌晨二十时 多名嫌疑人在西水县 盗掘一座无名古墓室 发生重物事件 其中四人不是身亡 因为四人正在医院结束治疗 历年来 盗墓者在尊义地区造就出一座座空中 但越来越多的被盗墓葬表明 这些高规格的石石墓 背后都有着隐隐约约的血缘关联 种种信息的碎片 凭借出一个庞大家族的轮廓 他们会是海龙屯的建造者吗 平静的水面下 一同被淹没的 还有湖水深处的秘密 根据这个文物法的规定 我们在 它在进行这种大型的基本建设之前 我们要例行地进行考古的调查 然后确保里面有没有文物 2012年 这里还是一片村庄 当中桥水库被批准建设后 贵州省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学者 成为进驻这片水库淹没区的 第一批工作人员 张兴隆与同事起到任务前来调查 当地老乡管这种石石墓 都叫做苗瓜坟 很快 两座曾被盗掘的大型石石墓 被逐一发现 6月20日 考古人员在牧师前 发掘出两核用铁钩石子扣合的 方形石函 他们就是承载大量历史信息的 牧之名 在这个牧之名上面 有了一些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 牧之末尾记录 富丧仙人与红江之源 又是祖遗红三思威灵鹰猎猴之幼 这句话表明 在此座墓葬左侧 还葬着一位威灵鹰猎猴 考古队意识到 必须与时间赛跑 在盗墓贼盯上之前 找到这座威灵鹰猎猴 从2013年7月到2014年5月 考古队接近一年的寻找 却一无所获 58岁的贺军虎 与洛阳产打了38年交道 这种构造简单的工具 是中国考古界探墓的神器 洛阳产将地下涂层结构 原封不动地带上地面 人围绕动过的土壤 往往经历了开挖和回田 打乱原有颜色界限 变成柔和多种土层的花图 我当时就扔进石木杖 最先被发现的是一段 与海龙屯现存关爱建筑方式 高度相似的石墙 而旗下还叠压着另一段 更为古老的板状石墙 这与海龙屯上两段 不同石器城墙建筑一致 2014年5月底 洛阳产钻探在板状石墙范围内 确定了两个八米建方的地下深坑 土层下呈现出 两具墓质观过的轮廓 令人庆幸的是 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道洞 这是贵州省考古所迄今为止 在尊义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没有被倒扰的大型古代墓葬 这或许就是揭开海龙屯之谜所缺失的一块关键性拼图 遵义的八月 潮湿与高温形成的闷热笼罩着考古工地 此时贵州省考古队的找寻与试探 已用去近一年的时间 水库工期临近 如何妥善处置 才能最大限度实现文物保护呢 焦虑在现场蔓延 这片四十平方公里的坟婴地里 埋葬着明朝从永乐起 1956年 新中国靠古学者仓促开启明神宗的定灵 因为还不具备文物保存复原的技术条件 定灵中大量文物迅速腐败 一些丝织物接触氧气后 瞬间化为灰烬 在民间 这种现象被无知的盗墓者演绎为鬼怪魂灵的法力 逐渐成为盗墓文化中各种规矩的起源 其实依照现代科学 出土文物在几分钟内损毁 只是极其自然的化学反应 这种损毁对于有机制文物来说 是全球考古界都无解的难题 贵州省考古所当即决定 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请求协助 李存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实验室考古负责人 我们所里边的几位的考古专家 学者在工地现场做了一些调研 所长呢 马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你马上过去 李存信立即奔赴遵义 为这座很可能与海龙屯建造于同一时期的古墓 设计套箱提取方案 盐 我就怀疑这个是不是一个木本身木质的表面 就是切了一层银 银皮 所以比较薄的银皮弄好就是一个 这里边出过兵器没有 应该有兵器 这是建筑吧 这要是兵器的话 这个就应该是一个盾牌 盾牌的出现 表明木棺与裹板之间的侧箱中会有大量武器 套箱工作被推迟 考古现场也因此有了更多发现 一挖开以后就是 非常令人吸引眼球的金冠灿场 银冠灿场的金银器 这块是狮子皮 绝对是狮的 布满云雷纹石的金碑 运用了高浮雕与加层设计 北口边缘的盘池 栩栩如生 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近在田野考古阶段 就出土金银玉器八十多件 是贵州地区自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发掘 墓主人的身份仍是谜题 我们不可能三天五天 在现场能够完完整整的 能把它梳理清楚 低高点 低关 不在这屏面 我们可能做一个小型的一个包装体 把它拿到室内 在室内来做 针对这样一座未被倒扰过的高规格墓葬 李存信决定将棺果连同土壤整体切割 运往北京的考古实验室 暂时告别田野的泥土 贵州省考古所的队员们投入固执堆 继续寻找威灵英烈猴的线索 此库全书中 乾隆年间天一阁住 范茂铸进县的藏书 《青荣居士集》第26卷中 赫然指明 威灵英烈猴 竟然是南宋时期的 波州安抚史《阳界》 十三世纪 人类战争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蒙古铁骑 以震惊世界的军事优势 席卷整个欧亚大陆 缔造出一个空前庞大的草原帝国 1235年 宋盟战争全面爆发 四川战区宋军最高统帅赵严纳 正被盟军围困于青野园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一支五千人的精锐军队突然出现 他们善于使用毒弓硬弩 手持利刃 虎口刺青 忠勇二字 义壮军威 这支军队的首领 正是二十三岁的波州安抚史 阳界 清野园一战 使阳界的波州军被赐封为雄威军 阳界本人也被授予雄威军都统制 遵义地区 自一九五二年开始陆续清理发掘的八座大型古墓 在时间上跨越南宋 元明三个朝代 墓主人信息无一例外都指向波州阳氏家族 那么运往北京实验室的究竟是不是阳界的光果呢 考古学者试图运用实验室考古来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最先被打开的是二号坑的墓棺 这是墓葬考古中最紧张的一个环节 奉棺自古在中原 象征女性尊贵官方身份的官室 金帘凤棺之下的是一块纯金打造的覆面 墓主胸部位置则是镂空雕花的金富胸 对于今天的考古者来说 如同进入一场华丽的梦境 南兴墓主人的官国中 又一次出现了随葬的武器 墓主人一定是位盖世英雄 曾与身侧的宝剑建功立业 在人间赢得尊荣华贵 才有着身后高规格的厚葬知识 然而两个光果中都没有发现遗骸 贵州酸土用时间抹去了人类身体的一切痕迹 如何才能确定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呢 彭万 韩继泽来自贵州省考古所 从田野探墓到北京实验室内的封闭发掘 他们已围绕这座古墓 付出整整两年的时光 提取工作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难关中提取的银烛台的碎片上 铭刻着雄威郎致实 这五个字成为证实牧主人身份的关键证据 宋氏中被赐以雄威郡都统治封号 正是在清夜园一战成名的南宋世袭波州首领杨介 公元639年 尊义地区首领纳土为大唐基迷之州 史称波州 基迷州有别于一般中央直属州县 地方首领接受朝廷赤风 世袭拥有辖区内独立的兵权和统治权 旅行朝贡和守卫江土的职责 杨介先祖杨端在公元876年 晚唐时期成为波州首领 杨氏家族自此施首齐土 一草然的考古发现 贵州十万大山之间的巨石堡垒海龙屯 在常年笼罩的迷雾之中显露 这是一座悬崖上的宫殿 三面环水 一面咸山 坦诚绝境 这是传说中天神所建之城 无尽宝藏的埋藏之所 它突然消失在历史的沉烟中 在荆棘与黄土的覆盖之下 沉水至今 又在考古着的指尖苏醒 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建造了海龙屯 海龙屯四周被盗严重的 高规格墓葬群 是否是破解秘密的关键因素 2012年 一座从未被盗扰过的南宋墓葬 在距离海龙屯35公里外的新土 被发现 这座夫妻合葬墓 仅在田野考古阶段 就出土金银玉器八十多件 是贵州地区自建国以来 最重要的一次发掘 为获得更多线索 考古学者将观过 连同土壤 整体切割 运往北京的考古实验室 实验室考古证实了墓主人 正式被自封为雄威军都统寺的南宋世袭播主首领 杨洁 杨洁墓周边的一七墓墙 与考古队在海龙屯发现的一七城墙 在建筑工艺上高度移植 那么这座古墓与海龙屯城堡 会不会是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呢 1972年至1979年 在海龙屯山脚下的高平镇 考古队清理发掘出一座被盗的南宋末年杨洁夫妻合葬墓 杨洁乃杨洁之子 在杨洁去世后 承袭波州安抚时 诡异的是 本该立于墓道前 记载墓主人生平事迹的神道碑 被砸断成三结 掩埋在墓道之下 经过仔细辨认 段序的碑文 还原出一个尘封在泥土之下的巨大秘密 杨洁、杨洁夫子生活的南宋时期 西南异于已成为抗击盟军的前沿 公元1242年 唐蒙鸣将渝解入术 杨文向渝解献上了保守三策 并预见性地指出 盟军极有可能会绕到云南北伐里安 这个判断 比盟军主帅忽必烈一二五四年攻打南宋的 卧父之谋 提早了十二年 遗憾的是 当时必未引起于解的重视 于解仅采纳了杨文保守三策的中策 筑成已为根底 波州人自古长于筑成 衣衫旧式 巨险设防 于解招募杨文派出的波州名士 染尽然仆 用十一年时间 修建了从川北到川南的一系列山城寨宝 这些堡垒首尾相连 在四川畔地群山东路和南路 构成一道屏障 阻断了盟军 从汉中鲁川属东清临安的路线 宋礼宗于一二五八年 正月四月七月 连续下诏 调集公益 银钱 四周 中盛军等 前往波州 共筑龙岩新城 以抵御从云南渐渐逼近的蒙古大军 陶古学者在海龙屯找到的一期城墙 正是当年龙岩新城的遗迹 可见海龙屯实践 是在南宋末年蒙元禁逼 波州痴秦的危急时刻 朝廷照波州四周军民 共同修筑的一处国家级防御工事 一二五八年底蒙古帝国大韩蒙哥亲率四万铁骑 直入汉中 北山城防御体系的北部核心钓鱼城阻挡 盟军围攻钓鱼城六个月未能破城 蒙哥焦躁圣路 亲自上阵辽望 意外死于阵前 南宋再得九年和平时光 争得韩魏的忽必烈再罚南宋 因之前的蒙哥灭宋路线 收阻于钓鱼城 且波州筑起龙岩新城更不易攻打 只得采用南宋叛将刘整的献计 绕过川属波州的山城防御体系 攻破襄阳直途临安 杨介杨文父子两代人 引领西南各州行家国大义 忠勇死守一方故土 延缓南宋灭亡达三十年之久 龙岩新城虽未成为抗盟主战场 却在战略上达成御敌千里的威慑 得做让蒙古骑兵万而却步的家国防御堡垒 为什么在今天不见踪迹了呢 海龙屯上贵州省考古队 从厚厚的黑色电图覆盖层中 发掘出三万片明代青花瓷器碎片 最小的才几厘米大 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手工拼接 破碎的历史在考古队员手中逐一展现 这些高规矩的刺激出现在海龙屯遗址上 透露出从唐代开始 诊守一方的波竹洋史家族 延续到明代 最晚至万历年间 依旧是位高市中的国之藩礼 这样的恩宠 为什么在万历时期烟消云散 海龙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沉睡在海龙屯遗址之下的大量建筑构建 几乎没有磨损的痕迹 当年完好如新的电雨 为什么在疏忽间轰然倒塌 考古学者挖开泥土泡面 黑色的碳化层 恢复了那段掩埋几百年的记忆 如果将流传在海龙屯的传说仔细梳理 会发现他们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 这个挥边主地趋势成城的人物 出现在尊义人童年耳熟能详的祖母故事 他究竟是谁呢 1572年北京国字间 伯州吐司的子嗣来此求学 他将与历代仙祖一样 或帝王安准在这里修习正统的儒家文化 他就是杨颖龙 在20岁的年纪成为富属而强大的波珠洋史家族 第29代统治者 杨颖龙继承的不仅是卧夜千里的江土 还有最坚固的石堡 海龙屯 就在同一年 年近十岁的朱义军继承皇位 成为大明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 万历帝亲政之初 杨颖龙屡献巨木马匹获得帝王青睐 他不仅获得御赐飞鱼服的荣耀 更在万历十五年 受封唐代以来 杨氏家族中的最高官阶 正二品都指挥时 受票旗将军 大量明代仪仗陶勇 与万历时期的官瑶瓷片 在海龙屯与周边墓葬群出土 映照出的正是杨氏家族在这一时期的无比荣耀 今天海龙屯山顶的飞凤关 只剩断壁残垣 人们早已忘记这座官口真正的名字 只记得杨映龙为一位美丽的女子修建了俯瞰群山的关爱 民间流传 正是这个叫做田慈凤的女人将波州七百多年的荣耀 引向灭亡 万历十八年 明王朝的政治中心受到来自贵州巡抚的奏折 弹劾波州领主杨映龙 残暴虐民 使功而交 罗列的二十四大罪状中最害人听闻的 是他竟然杀死了嫡妻 传言 杨映龙宠爱的姬且田慈凤未成为正妻 诬告他的原配不真 圣怒之下的杨映龙命人在庄园里屠杀了妻子和他的族人 波州南部凯利一带 自家境年间平盘后 化归贵州管理 而波州主体仍属四川 平日对阳市家族感怒不敢言的中小吐司 还有寄予波州沃土的贵州巡抚 借此奏折恳请朝廷派大员来波州勘问 令人意外的是 万历对这次弹劾不以为然 对万历帝而言 还有更棘手的难题摆在帝国面前 万历二十年 统一日本的泰国风尘秀基 发兵十五万入侵朝鲜 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明朝 调精兵援助 饱受君臣离间之苦的杨映龙 抓住这一时机 上奏朝廷 远待五千波州兵 赴朝鲜讨窝 一笑忠心 然而命运的蝴蝶却在此时挥动扑朔迷离的翅膀 第一次朝鲜战争戏剧性的进入河潭 当消息传至一心立功赎罪的杨映龙手中时 危机也弥漫开来 万历二十一年 新上任的四川巡抚 已改以往的纵容态度 决定重新审查 对杨映龙的历次弹劾 此时 杨氏家族已统治伯州七百余年 历经四个朝代的更迭从未实施 杨氏吐司所效忠的 是流水的帝王不变的伯州 左拥险关山城的杨映龙 暴露之下 在楼山关 以炸强伏击前来 缉拿自己的三千四川官兵 使其全军覆灭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 骄傲的伯州领主自负于路边 在朝廷招抚官员面前下归庭刊 杨映龙许诺 以四万两白银 驻朝廷财募来赎罪 在罚金位缴纳前 将赤子杨可栋 作为人质 挤押在重庆 朝廷宽幼杨映龙 理应问斩的罪行 但尺夺了他 波州宣伟史品意 由其长子代为管理波州 失去吐司身份的杨映龙 做出了一个令人不解的举动 他征集工匠服役 开始对海龙团进行大规模的休戚 如今团上仅存的建筑 几乎都是那一时期的遗留 四百二十年后 葛珍亚站在同一个位置 当年海龙团遗迹的发现者 如今已白发苍苍 这座城堡兴亡的谜底 却仍在探索之中 朝廷观赏曾经危恶的木质楼阁 早已灰飞烟灭 杨映龙手术轻视匾额铭记 万历二十三年重建 他在屯中广集粮草 还将属下官员及家眷移居屯上 只寻严守 犹如大敌当前 不过数月 杨映龙不能接受的命运判决 还是到来了 杨映龙作为人质的次子 突然暴毙于重庆 千名僧道 在波州军的保护下 涌向四川边境 重庆府借由杨映龙两万发金 尚未付清 扣押杨可洞的尸首拒不发欢 满腔悲愤的杨映龙回应 吴自活 引起质疑 此时 所谓君臣之道 再也无力驯服杨映龙内心的捆受 宋经生终于演化成为复仇的怒火 他带领苗兵攻入四川 贵州 湖广 数十个屯普城镇 追杀诬告自己反叛的仇敌 万历二十七年生下 借到齐江守备滥杀波民的来报 杨映龙发兵六万血袭齐江城 七月 齐江陷落的消息传递至京城 在脚与府之间游移的万历皇帝决心已定 万历皇帝将上方宝剑 赐给曾巡抚辽东的名将李化龙 集结七省二十万兵力 分八路 金军波州 这一人数以大大超过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中 明军兵力的总和 画作平凡得胜图 描绘了明代中后期军队作战的详实细节 成为今天人们研究万历三大争的范本 万历三大争之一的平波战役 拉开了序幕 又是杜鹃花盛开的世界 李飞在废墟之中艰难前行 想要感受这场战事的激烈 飞虎关三十六道天梯 在陡峭的山梁上 以巨大条石起筑而成 即使是灵活好动的顽童 也要手脚并用匍匐爬行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 身着厚重铠甲的明军将士 是如何攀爬进攻的 海龙屯上出土了一批形质不一的铅弹 或许能为我们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 明朝是中国火器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此时 明军的主要武器已转向火器 这是被称作三眼冲的短火器 三个冲管可轮番射击 子弹用尽后还可作为进展兵器使用 万历年间得到改进的迅雷虫 已经可以连发十八弹 能够迅速装填弹药的佛朗机 鸟臭也都使用这种铅弹 考虎学者未曾在海龙屯上 发现炮台和射击孔 这说明平波主力使用火器为主的制式装备 而波主的山城和守兵更擅长应对的 是冷兵器时代的弓弩刀剑 飞龙关右脚所形成的严重坍塌 很可能是被数百米外的火炮击中 火器力量的对比 已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公元1600年春天 狂日持久的血战在开满杜鹃化的山野里激烈赏延 八路兵发的二十四万名军 用火炮昼夜不息轮番攻占了六十余日 终于将战线推进到后山万安关下 但海龙魂的最后防线仍坚不可破 四月的海龙魂被笼罩在烟雨迷雾之中 这给明军的强攻造成极大困难 平波主帅李化龙陷入了进退围谷的境遇 2017年 袁永贵又一次攀上了明代先祖 为防御波州而建的九龙屯 这是一座渠尊义特有的丹霞石 起救而成的红色堡垒 位于川前梁省区域边界的洗水县土城镇 距海龙屯仅九十五公里 原始祖谱中记载 土司元切被选拔成为先锋 通过世界安排的细作 在深夜引明军从屯前左侧水巷 攀入海龙屯 疲惫不堪的杨应龙最后一次登上城头 看到的是破城而入的数万名军 他回到空无一人的宫殿 归到在祖先的临位前悔恨交价 他知道波州阳氏一族七百二十五年的传世基业 即将在自己的手中彻底终结 杨应龙亲手点燃了这座因抗猛而修建的防御工事 在熊熊大火中自溢而亡 波州阳氏一族经营七百二十五年的大厦 轰然倒塌 波州从此改土归流一分为二 平岳府划归贵州省 尊义府隶属四川 战争中消耗巨大财力的冥王朝 在四十四年后早向灭亡 波州阳氏漫长的历史被时光缓缓冲淡 仅有灵星记忆仍在民间流传 那些沉睡在黄土之下 或凄美或悲壮或缠绵飞测的故事 在考古者的手禅下 被轻轻唤醒 被轻轻唤醒 无缘 不混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